那么这一期续迫破坏的行为 道路转角的反射镜对于消除驾驶人的视线死角 是有很重要的功能 而近来预理症多处的反光镜遭到破坏 政公署就表示 直近100公分单面镜500左右 况且镜面无法修缮 只能够更新 也造成了公堂的浪费 也已经报警要调阅画面来追查 遏止不可取的行为 道路转角的反射镜对于消除驾驶人的视线死角 有重要的功能 近来预理症多处反光镜遭破坏 镇长表示 直近100公分单镜面四五千左右 况且镜面无法修缮只能更新 也造成公堂浪费 没有光德星的状况实在是非常不可起 尤其是破坏之后 公所除了要花费大笔的金费 来换装以外 那么在换装的过程之中 如果因为这些公物被损坏 而造成了行车用路人的安全 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害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 没有办法去接受 社会大众的炎量的一件事情 历史这样被破坏的反射计 目前有十几个 但是还没有统计完成 并且几乎随处都可以遇得到 已经报警要调阅画面追查 遏止不可取的行为 在这边要严重的服役 如果这样恶作剂 把这个当作好玩的这些民众 应该要及时的赶快收手 那当然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因为实在被迫害的太多了 那么我们也会来到警方那边去做备案 希望就是说 喝止这个不良的行为 能够尽快的制止 公所表示反射性确实常常遭到破坏 需要投入经费来维护 但重要的还是呼吁民众 请大家共同来珍惜公共设施 接下来高雙雙玉璃圈采访报道